4.5 硬碗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是液狀 液化石油器就是銅裝瓦斯 它是由丙碗和丁碗所組成的 那底下這邊是液態 是丙碗和丁碗的液態 那丙碗和丁碗它都會蒸發 都會蒸發 變成氣態 所以丙碗和丁碗這裡都會有它的氣態 這裡都會有氣態是同時存在 下面也是同時存在 丙碗丁碗的氣態 丙碗丁碗的液態 好 再看我們這邊 而且題目有告訴你說 如果說在一些不產出 天然氣的地方 我們必須要把天然氣變成液態 再送到那個地方 所以不管是液化石油器 或是天然氣它都會變成液態 來傳送 那B齁 什麼叫做夾碗 天然氣它是夾液碗所組成 所以它是混合物 什麼叫液化石油器 它是丙丁碗所組成 它也是混合物 所以天然氣、液化石油器 它都是屬於混合物 那誰的分子量比較大呢 因為天然氣它是夾米碗所組成的 比較小 它的分子量比較小 所以右邊的這個會比較大 所以右邊的這個會比較大 再來天然氣跟液化石油器 它在燃燒的時候 它都會產生什麼呢 二氧化碳和水 同學有這個觀念 這一題我們就可以輕鬆的分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